你知道加勒比海上有一条亿万富翁街吗? 很多明日明星和商业趣头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巴哈马群岛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私人岛屿, 例如著名影星莱奥纳多、德普、泰勒佩里、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 还有约哈马龙、阿加汉、伯纳德、阿尔诺等等。 为什么这些亿万富翁都喜欢在巴哈马买岛呢? 巴哈马群岛是英联邦的一员,被认为是加勒比海最安全、最稳定的地区。 其中的拿索被称为热带苏黎市,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离岸中心之一, 拥有400家银行和信托基金。 这些都为投资者提供了财产转移的稳定性和便捷性。 随着岛屿经济的发展,政府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相当健全完善的条款, 因此,得益于税收优化、促进公民身份的获得、隐私保护、发达的旅游业、 非居民可永久持有物业等因素, 巴哈马群岛已经成为顶级外国房地产投资地。 2004年,一对美国乡村音乐歌首付期就曾买下位于巴哈马群岛埃克苏玛礁的小达比岛进行开发自用。 去年改建后的小达比岛已经以3500万美金的高价售出,投资收益非常可观。 锦铃小达比岛还有个大达比岛, 该岛位于著名的岛屿度假圣地和当地国际机场跑道附近, 距离拿索95英里,距离大埃克苏14英里,距离迈阿密250英里,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它几乎位于埃克苏玛礁360个岛屿链的中心, 是巴哈马游艇、帆船和钓鱼的天堂。 大达比岛拥有各种各样的潜力,具备了发展的所有基本要素。 1.独特的地貌与景观 该岛占地约224万平方米,最高海拔26.5米, 有14个海滩,约6600米的海滨,一片粉色沙粥, 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一个可容纳大型游艇的深水港口, 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洞穴和海湾网络。 2.丰富的动植物 大达比岛曾是一个以山羊、棉花、棕榈和水果为产品的种植园, 该地水域附近还栖息着长嘴鱼、海豚、刺坝、石斑鱼和北缩鱼等丰富的本地物种。 3.雄伟的城堡 大达比岛是少有的建有城堡的私人岛屿, 在这座由巴克斯特爵士建于1938年, 占地约650平方米的城堡上, 可以看到全岛360度的美景。 城堡虽已老旧,但可以改建成壮观的住宅或俱乐部会所, 且一份拟易发展计划的调查报告已备妥。 4.丰富的海岛活动 大达比岛附近还有优质的潜水点, 人们还可以在潜滩捕鱼, 开着游艇或帆船驰上海上。 当然,如果你足够有想象力, 还可以利用这片宝贵的岛屿和海域资源, 开发更有意思的活动。 大达比岛目前仍在出售中, 售价为5000万美金, 价格可异。 随着岛屿经济发展, 相信其价值会不断提升。 这个潜力巨大的豪华热带地产, 是否已经撩动了你的心呢? 更多信息可私信咨询哦!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